曾经有两个关于手机的段子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一个是人 很多00后表示没见过 并猜测是另外一个段子是 一个00后觉得现在手机续航步行出门 总要带一个充电宝很麻烦 所以他突发奇想说 虽然看似是两个让人哈哈大笑的段子 但仔细一想却觉得科技发展太快了 笔者作为90后 虽然和00后只差了10年的时间 但这10年时间足以让两代人出现了 对科技产品认知上的巨大偏差 回望自己成长的20多年 从录像机、录影带、DVD、台式机、软盘、 随时听、磁带、MG4等等 每一个产品都曾让笔者心动并觉得不可取代 但现实是这些当年看起来 让你无限宝贝的工具 如今大多数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短短20年 关于我们生活的科技出现了哪些变化 科技对生活的改变真的是日新月异 而科技发展的速度似乎也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从前我们还在纠结究竟该删掉MP3里的哪首歌来增加存储空间 而今天手机能存储的歌曲数量却已经让你怎么听也听不完 从前我们愿意每天准时守在大踩电前等待两集电视连续剧的更新 并为此兴奋不已 而今天开个视频会员 两天就能追完一部电视剧 却已感受不到当年的快乐